哇 焦糖布丟也噴出來了 有看過那種喝的三明治嗎 哇 你真是泡菜炸雞腿啊 好 今天的話我們到了新竹 超強的 它是賣晚上宵夜的 它是賣那個吐司 燦烤吐司 裡面包的是炸雞腿 給大家看 這一家真的竹北超強的宵夜 給大家看 哇 加辣是最 加辣才是王道啊 對 然後這個的話是炸豬排 然後裡面有滿滿的浮湧花生醬 你看 哇 給超多 給超多 看 超厚的 厚到爆掉 Rora Omnete i Grytan Yora No Go Twatty Moe Ale Hope Ascon of Petra Kaninze No Goon Say I Front 哈囉 大家好 德瑞克 賢竹外星人 外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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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今天的話我們到了那個新竹 然後現在晚上我跟你講 之前我們有 兩年前吧 有去吃過一間新豐 超強的 它是賣晚上宵夜的 它是賣那個吐司 炭烤吐司 裡面包的是炸雞腿 跟很多東西 它有 還有布丁也有 超好吃的 然後這一次我們到竹北拍片 所以我們想說 它在竹北有開 我們跑過來再拍一次 給大家看 這一家真的竹北超強的宵夜 帶給大家看 就是這個 燒胖 真的很懷念這一間 真的 好不容易又可以拍到新竹了 一定要來吃 這一家宵夜真的很強 你們來吃絕對不會後悔 先 對 喔喔喔喔喔 加辣的是最 加辣才是王道啊 白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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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出來了 麻糬耶 哇 焦糖布丁也噴出來了 好 趕快吸 吸 你有看過那種喝的三明治嗎 好喝 它感覺焦糖味超重 它裡面還有抹一層那個 那個叫什麼巧克力醬 能多益的那種巧克力醬 我這看起來很讚耶 這一半給蔡明哲先吃啦 我們魂牽夢營的那個 上次我跟賢主還有 還有搞完廣去興奉拍 這次是帶著外星人來吃 上次招一招思慕想吃就是這一個 炸雞腿的這個 炸雞腿牌的這個三明治 而且我們一定要加辣 我是不加黃瓜啦 如果它正常版是長這樣 它有加黃瓜的 這個真的超好吃的 超多 然後這個的話是炸豬排 然後裡面有滿滿的福原花生醬 你看 哇給超多 給超多 然後這個的話是剛剛它的那一個 那叫什麼 玉米濃湯的熱壓吐司 然後這是剛剛我們有拍的那個布丁 這個的話是 裡面是福原花生醬 福原花生醬加麻糬 你看麻糬 看超厚的 厚到爆掉 這個厚度 這個真的超好吃 而且它那個辣椒醬真的超好吃 我直接咬給大家看 超厚的雞腿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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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喔 它上面有加這個辣醬 然後它這個外面還是酥酥脆脆的 它是有點台式的 台式的那種香雞排的味道 它是有點台式的 對超嫩 然後還有這個 很厚的蛋 然後它的美乃滋一絕 然後外面這個吐司烤得 鬆鬆脆脆的 就是這個味道 有這個味道 有這個味道 出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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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上次吃完 真的想要再 上次 上次搞完完 來我們把搞完完的圖片放在這邊 我怕觀眾忘記太久 上次搞完完是自己 因為它在新竹工作 我們拍完回去台北以後 它還自己跑到新豐山去買 試試看這個 這個是花生 花生炸豬排 服務員花生醬一定香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美乃滋 跟它的炭烤組織配得很好 它美乃滋不會太膩 然後淡淡的甜味 可以解掉它上面那個 花生醬的那個膩的感覺 甜鹹甜鹹超好吃 而且它的肉都很好吃 它那個炸的超 炸工超好的 我上面整那一個 你這個把它拿出來 你這個是特製的 你這個是泡菜 哇 你這是泡菜炸雞腿啊 好吃吧 吃吧吃吧 這超厚的 超厚啊 你能夠一口嗎 你能夠一口嗎 先鬆開關節 你的泡菜都擠出來了 你看 這個肉真的是 很厚很厚很好吃 你先咬一咬 你看看喔 是不是真的很好吃 這個真的 我覺得如果它真的來台北開 會爆炸 因為它的味道 它沒有很貴一個五六十塊而已 可是台北包可不可以賣到這個價錢 因為那個電珠的問題 它的炸雞腿的肉 外面那一層是 台式香雞排的酥脆的鹹味 然後裡面的雞腿又是有醃過嫩嫩的 這真的超好吃的 而且我剛才看它 瓶子很可愛耶 這是幾年幾班 你上面可以自己寫 我以前是幾年幾班 我以前是 小學我真的忘記 我是中校啊 中校忍耐 我沒有什麼中中班 你是人班的 不過來的話 大致上建議會先弄電話先點 因為它是先點先炸先做 所以會等蠻多時間 因為它有時候單子直接進來是爆炸的 像我剛才在廚房裡面拍的 它單子就一直來 來給你吃吃看這個 花生麻糬 它花生超濃的 喔 普洋花生醬真的很強 不然你看它上面這個 麻糬加上那個 滿滿的花生 炸出來了 滿滿的布丁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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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筋咚咚咚咚 然後我上次喝的是 它的紅茶豆漿 它的紅茶豆漿完全不會太甜 差不多是微糖等級 然後豆漿的豆味 比紅茶味還要重一點 所以喝起來很像是 以前我們拜拜的那個 蜜豆奶的那種感覺 它雞排真的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它不是雞排 它是雞腿排 雞腿排耶 這滿好吃的 祖北有這一間 應該那個晚上的 肥胖的人數 應該會再往上增高一點 辣的吃起來就不會膩 因為泡菜 更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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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你吃 因為有黃瓜 好好吃喔 這個泡菜 吃起來 層次會更豐富一點 只能說它的泡菜選得很剛好 很剛好 很搭它的吃法 小好吃 這一家的話我個人 第一名一定是雞腿排 炸雞腿排的三名字 那 剛剛那個它有一個新的 是炸雞腿排加泡菜 那是隱藏菜單 你要自己跟店家點 炸雞腿排加泡菜 是隱藏菜單 你要自己跟店家點 那個也超好吃的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它的里雞 里雞豬排 這個 炸里雞豬排 配超多的這個 烏原花生醬 這一個也很好吃 這個是 因為里雞肉它是屬於比較 瘦肉比較多 那雞腿排是比較 那個油比較多 所以如果你想要吃清爽 你可以點這個炸里雞 然後它的甜的話 我也很推剛剛那個麻糬 麻糬花生超好吃的 阿布丁的話就贏了而已 你喜歡吃焦糖 你一定要點布丁 直接那個布丁會爆出來 這一家的話 店家的資訊 我會放在影片底下 那我們之前有去拍過它的新峰 新峰也有 新峰是主店 那竹北這邊是新開的分店 對 那如果你們有喜歡吃的話 可以來吃吃看 打電話要先訂 好 這家我們保證一定讚 影片到這邊阿 那如果你們當地也有 好吃的東西的話 不妨留言底下跟我介紹 掰掰 下集市場 下集的影片 下集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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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